格罗兹尼一个被联合国称为地球上被摧毁最严重的城市 如果你对这城市比较陌生 那车臣这个名字你一定有所耳闻 这个总喜欢和俄罗斯干账的地区 最近几年为何沉寂下来了 这就不得不提及当今战斗民族的灵魂人物 普京大帝 车臣曾和俄罗斯斗争了上百年 来回拉锯数十年 即使是强如苏联都奈他不和 为何就在普京手下认怂了 先来了解了解车臣 车臣民族是属于高加索地区的山地民族 居住在高加索山脉之中 自古就比较穷困 但是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所以车臣民族一直比较顽强 比较彪悍 不怕死 不怕事 古代就是高加索地区的蛮族 作战勇猛顽强 因此虽然人口不多 近代也就是几十万人 再来聊一聊车臣的独立之路 车臣问题 从沙俄军队进入高加索地区的那一刻开始 就成为俄罗斯帝国 苏联乃至于如今 俄罗斯联邦挥之不去的噩梦 人口只有几十万的车臣人 反抗烈度之强 反抗精神之坚定 反抗时间之长 都创造了被俄罗斯征服民族之罪 因此车臣为什么要独立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 车臣早已形成民族意识 作为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车臣人虽然数量很少 占据的疆域也不大 但是 车臣人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意识 也因此 车臣人自然也形成了 希望建立独属于车臣人国家的愿望 其次 也与苏联后期苏联境内众多民族的独立倾向 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 当苏联解体前后 不仅仅是车臣人 俄罗斯境内众多民族都产生了或轻或重的独立倾向 而随着戈士的错误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提出独立要求 苏联政府为此进行全民公决 确定是否保留苏联 结果大多数苏联人同意保留苏联 因此 苏联宪法允许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条款 实际上被全民公决所修正 叶利钦等三人搞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实际上是不合法的 至少是不合法律程序的 但是居然被一些苏联人接受 戈尔巴乔夫已辞职逃避职责 从而造成苏联解体 车臣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车臣是俄罗斯的八十多个联邦主体之一 相当于中国省级行政区 车臣分离分子提出有资格参加独联体 参加联合国 是将自己的法律地位升级为加盟共和国 车臣的分离分子 企图效仿科索沃脱离南联盟的模式 去争取西方国家支持 这就是车臣独立之路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提出疑问了 普京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让俄方一度十分头疼的车臣武装 最终彻底归顺于他呢 不得不说 普京当真是十分的精明 他使用了三种手段 每一种都十分的关键 第一种手段 拉拢车臣上层 1999年 车臣和俄军之间的战争再次打响时 普京却在同车臣的上层阶级 精英阶级们进行着沟通 在他的劝说之下 很多车臣的大家族都逐渐意识到 一旦他们继续和分离势力为伍 最终只能是自寻死路 正是在普京的劝说之下 战争开打没多久 车臣的很多大家族 纷纷归顺了俄罗斯 有了他们这些人的帮助 俄军自己是如虎添翼 打起仗来也是事半功倍 第二种手段 团结车臣民众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普京提出了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等口号 不将车臣分离势力 与车臣民众混为一谈 战斗中 俄军采取了克制与忍让的态度 不断向车臣百姓做思想工作 逐渐获得了车臣民众的支持与理解 通过上述的这些手段 俄罗斯将车臣民众拉到了自己一方 极大分化 瓦解了车臣分离势力 第三种手段 是文化灌输 精神洗脑 小卡德罗夫统治下 不仅实行宗教统治 还大力美化普京 甚至神化普京 将普京描述成为先知派来拯救车臣人民的神 在车臣大大街小巷 寺庙墙上都张贴普京的肖像 供车臣人朝拜 不仅如此 还在车臣的教科书上 对车臣人进行精神洗脑 让车臣儿童从小就接受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的事实 目前的车臣 老一辈的异己分子 经过几十年的车臣战争 基本上都死光了 新一辈的在精神洗脑下 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统治的事实 除非小卡德罗夫下台 否则 车臣基本上不会再闹独立了 综上所述 在车臣战争中 普京就已将车臣战争推进到第三阶段 稳住达吉斯坦共和国后 在调集重兵在空中和地面同时把守 切断交通联系 通信联系 控制非法武装物资进入 实行车臣全面封锁 从东 西 北三方多路进攻 向车臣纵身推进 和为反政府武装于格罗兹尼进行集中打击 在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战术指导下 不到两月 前后解放了90多个村庄 控制住40%的车臣土地 在俄军伤亡不足300人的情况下 歼灭非法武装4500余人 车臣战争一路势如破竹 但是归根结底 其实普京并没有解决车臣问题 他只是掩盖了车臣的矛盾 目前的车臣就是小卡德罗夫和普京达成的默契 用高度自制换取车臣在明面上的臣服 车臣既不会彻底倒向俄罗斯 也不能完全独立自主 能和平相处就行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车臣以后 会不会再次闹出叛乱的事情 对于俄罗斯来说 如果一旦经济不行了 是有可能这甩掉车臣这个经济包袱的 而俄罗斯一旦甩手 车臣就有可能再次叛乱 不过普京以强硬的姿态率领俄军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 避免了俄罗斯的崩溃 让俄罗斯民众在胜利的喜悦中跨入21世纪 俄罗斯人民十年来低落的士气得到了振奋 他们从普京身上看到了俄罗斯复兴的希望 1999年12月31日 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自己辞职 普京出任代总统 2000年3月27日 普京在大选中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俄罗斯从此进入普京时代 这就是普京一战风神的故事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给我点赞关注 让更多的朋友看见